一条直线在我们婚家运动那种美好的想象 然后去滋养我自己回家备婚时 见能动的那个思考跟路径 那一般人都很熟悉性解放跟情欲解放的说法 但是在这里我想要先提出的是情 然后写现一个欲字 这个复合概念来闪述我的思考 那在台湾最亲密的关系 要不是讲求就是情跟欲合一 性爱要合一 性爱合一就是基督教长期以来的婚姻立场 不然就是要把情跟欲彻底的分离来谈 就是我们大部分都只谈爱而不提到性这件事情 那在我们这一拖的婚家运动里面 其实我们一直看到婚家这两个次 或者是这一组概念 他们一直都是只提爱而不提性的 那他们的言论就选择了这样的例子 我觉得这组看是吊诡的现象 其实刚好构组了我们这一刻性接续的主要模式 在一个越来越性开放 然后欲望横流的年代 情爱反而越来越变成一种不正字里的崇高条件 就是与情爱合而为一的性 被视为必须要导向婚姻 然后当我们 然后当这样子的状况也被提升到一个神圣 而且唯一正常合格的位置的时候 纯粹而精神不谈性的情爱 则被视为了守住了理这个字 就是理变成了某一种情欲模式的外显的 特定的一个接续最高位置 那这个理维护了单一的排他的稳定的很久的一个性质 所以在这样子至高的价值之下 上述的这些情的组构之内 性会被推入更道德的严密控管之下 被视为更低贱更令人不齿的淫乱 这就是大家想象 但是淫乱这两个字贴在婚家的标签上面 大家就会被那个婚 就是大家就已经被寂寞了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淫乱这两个字 其实对婚家里面的情欲想象 是非常具有搅扰性的 那非常不幸的 我自己个人性模式就惦记在一种短暂的 不稳的身体的情感交流上面 比如说就是在今天来这场 作谈会之前 我昨天晚上才去单水月里泡之类的 我觉得性格不断追求跟时间 让我经验到一种就是 当大家都以为烂交这件事情 只是一种对于高潮啦 愉悦啦 追求的重蹈覆车的时候 但是在我自己的性实践里面 我却体验到 它并不是这样子的同质性 它是具有意志性的 就事实上对我自己而言 我个人对于情欲这件事情追求 让我体验到了 关于情欲到底要怎么样去多元流动 更让我透过我自己的身体 去理解情欲是怎样被建构的 那很多人其实在想象 某一种就是烂交的月炮的生活的时候 会认为性这件事情 其实会带来某一种 所谓的作爱和动物感伤 或者是说性这件事情 其实它滋养不出爱这件事情 可是当我自己在各个床地之间 轮流交替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爱这件事情 它可以在某一种 极度亲密的渴求的 你眼前这具身体的时候 被滋养出来 那那个爱不诉求于 一种垄断性的占有 或者是单独的 就是你只想要这个人 然后这个人 他不可以去跟别人打炮 或怎么样之类的 我觉得当我开始 就是把爱这件事情 从性里面就是 比较稍微有自我意识地 分开来看的时候 就是性这件事情 不一定要惦记在爱上面 它也不需要以爱为背景的时候 性反而才 那个认知才可能 让我个人的身体在床上 就是滋长出很多 可能更多关于爱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爱就滋养了 我就是过去有某一种 很强大的失落感 就是关于为什么 我一直交不到男朋友这件事情 反而我在那些 做爱的过程里面 我体验到了爱这件事情 其实他的能动 反而可能 必须要透过这种 不稳的方式 他才有办法持续下去 不然大家可能 时间一久了 跟同一个人在一起 就会腐烂掉的好 但是当我这样子的性主体 在积极地追求自己 我自己的性爱时间 跟多元能动的时候 还是会常常感受到一种 就是我的炮友们 还是经常会觉得 就是他们在降约泡下去 就是会被认为是淫乱的 会找不到一个最终的情感的 就是单偶式的那种浪漫爱的幸福感 那在这边我就要讲一个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 我是从我的异性恋友人听来的 就是他之前跟他的一个前男友 他是一个生理女性 就是他很想要试试看多皮的感觉 那他跟他的前男友提说 那不然我们以后就再找一个女的 来跟我们玩3P好了 但是那个男的就是坚持不要 因为那个男的就是在他的思想跟观念里面 坚持着某一种一夫一妻制的 单偶制的浪漫爱情感 那我那个异性恋的生理女性 可能有人就很不解说 奇怪我们开这个bonus给你 你自己都不要 到底是要 你是男人吗 或者是说就是他的认知里面 其实男人应该要有那种 就是愿意把自己的表 不只分享给一个逼的那种概念里面 所以我感受到的就是 这件事情并不是对于一种既定形式的婚家的渴求 而是我的或者是别人的交购对象 对于我丁丹偶情感的欲望 这些欲望显然 它正是一种婚家正典情欲接续的外延 但我并不认为对 就是对方这样的情感的所求 在政治上会比开放式关系来得保守 而事实上是当我与这些交购的对象们 在所欲的同时 却被可爱的这个认知弹谱的时候 这两者间的冲突 反而让我清楚地看到情欲归序的效力 如何干扰并线缩着 普遍个人的情欲追求能动 而我也在这些肉体的半肯 和对话的拉扯中 也在亲属地体验到性解放 对于婚家这个想象的吊扰力 以及文帝丹偶情感 想象对于主体解放的阻挡和限制 所以当前婚家意识形态在同温的议题上 就是没有企图去把婚家的意识形态 进行一种挖紧 反而是一种补充的方式 就是把同志或者是其他的LGBTQ 各种的个体摆到这个多元的补充的位置上面的时候 情欲的足够和他的性欲的接续 反而就是变成了是另外一种 我们愿意继续让国家归序进去的 这个性和欲的接续的压迫 反而是蔓延开来的 蔓延到我们这些原本不在婚家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自由地去享受 某一种就是我们的性我们的情 我们各种都是各样的复杂性的身体 或者是精神情感上面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如果当我们要开始讲 情欲的解放制度的时候 他便不可能不去动摇或毁坏掉 长期以来被视为是国本的婚家制度 跟他的意识形态以及他的情感结构 所以就我而言不但要在论述上面 去冲破婚家制度的和意识形态 更要用我们的下体继续去追求主体的解放 好 我们先到这边 哇 很好 我还抄了一个句子 我觉得可以在 我一定要在花底精神想想 他说能动是透过不稳而得到滋养 好屌喔 真的 你刚刚稳定了还谈啥能动 那就是习惯性而已 OK 好 我们最后一位今天的影言人 是交通大学社文所的郭彦博 那他的题目有点绝 他题目叫做叉叉叉叉 作为一种实践的一立场 那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好奇 那个叉叉叉叉叉是什么 我说叉叉叉叉 可是题目上写的圈圈圈圈圈喔 所以我其实根本也想很久 我要怎么念那个是圈圈圈圈圈的意思吗 对然后就我今天比较想从我作为一个 滑光社区的抗争运动的参与者 这样一个位置来 从我的运动经验来跟 会员成家运动的诉求和论述做对话 那参与滑光反破迁的运动 让我体会到一个除了 违见就是违法这样子的一个 很难打破的雾名之外 还有当前社会的这个婚家意识形态 也构成一个很庞大的压迫力 然后不只是在解压着居民的困境 也在运动过程中变成是一个很强大的阻力 而且遮盖了真正的社会问题 然后这样的感受我分成两个部分来谈 第一是就是关于这个正常家庭 或是合格家庭的想象 那时候在各种运动论述或是媒体报导 或者是我们的文宣里面 就只要被描述的居民的故事 提到他还有亲人子女 而且可能是经济状况还不错 甚至比如说可能在美国的 那个时候那个家庭问题 就瞬间会大过一切 强拆破迁或是杀人罢款的问题 先去质疑说 为什么亲人或是子女没有名字照顾 好像一定一个人或者是 就是一个人一定要走到非亲非故 或者是一个家庭必须要 整个家庭都非常的落魄 他的那个里面的某些个人的受迫害的处境 才会值得被处理 然后他的那个问题才会被看成是政府的问题 然后即便像是高龄就94岁的艾娇怡 他一个非常坎坷的人生经验 很能引起大众对于华光社区 和居民的那个复杂的历史成因有一些反思 可是却都还是会因为他有一个在经营工厂的大儿子 然后就会得到说看到老奶奶这样很不忍心 可是毕竟他还是有一个儿子可以就是接他过去住 然后艾娇怡在接受就是苹果的那个人间一语的访问的时候也说到 就是说大儿子叫他搬去跟他住 然后说他要孝顺 然后即便那个艾娇怡自己其实不想要这样子的 但是也就似乎理所当然被当成是政府的解销 就是这种关于正常的家庭的应该要如何 要做到哪些事情的想象 其实就直接决定了说这一个议题或是这些阻境 值不值得被大家关切或是投资或是投入 然后第二部分要讲的就是他如何不只是想象 而具体体现在各个法规和属制上面 第一就是华光居民的家属其实是无差别的被法务部提告 然后所讨不当得利 然后冻结财产甚至是扣押就是三分之一的薪资 就很多的居民都会讲到说他们的子女也不住在这里 然后这不是他们子女的问题 可是他们子女却会被扣薪水 然后生活也过得很差 然后第二个是台北市政府 他虽然给予部分的华光居民就是中继住宅 但是他在申请资格上就直接排除了配偶 还有实际嫌亲还有像嫌亲的配偶 只要是有自由住宅的人 你就没有这个资格 换句话说你如果现在你的儿子 就是比如说你的女婿有一栋房子 那你就不能 就是这个居民就没有办法申请中继住宅 然后在未来如果我们想像同性婚姻过了之后 如果是你儿子的老公有一栋房子 那你也不能申请中继住宅 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当 我们在讲婚家是特权制度的时候 不是很简化的说在婚家里面的人就都过得很好 在外面的人就都过得很糟 而是说这个制度如何变成了一个 就是当我们要求某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国家认可 然后才去换取特定的利益或是待遇的时候 这关系就不只是这两个人或是多人之间的彼此承诺 而是对于国家跟社会的承诺 然后也就变成了国家如何去处置这个社会问题的基准 所以就是对照来看 当多元成家在讲说我们要透过成家来取得某些待遇的时候 可以看到华光的居民反而就是因为他们在家的关系内 所以他们失去了某些权益或者是落入某些更糟糕的属性 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么多年 就是累积很多对于同间罪的那个反思跟批判 然后我们也看到说现在信忠贞这件事情 此刻还是在作为国家